大陆久在勾拍的照片 很漂亮吧 哇 你今天发了脾气啊 心情不好 就像瀑布一样 哗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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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朋友问你 Daddy how are you? Shop up 对不对 你就闭嘴 你看 小朋友问候你啊 你还破口大骂 表示你今天脾气真的很大 你的心像什么 波涛汹涌的瀑布 而且还是大瀑布 第二个阶段 你看啊 中瀑布吧 小呢 谁呢 太太告诉你 老公 老公 不要生气嘛 Calm down calm down 外国人的电影看嘛 Deep breathing Deep breathing 其实 Deep breathing 深呼吸是很重要 其实深呼吸就是属习官 不管他是不是佛教徒 你的朋友如果很激动的话 你就叫他 Deep breathing Deep breathing 这是很重要的 你看 你就变中瀑布 第三个呢 你变小瀑布了 为什么 因为发脾气了 发到最后没气了 也没力了 好 可是你的心 第一个阶段还是这样嘛 Waterfall 背起来 瀑布 第二个阶段呢 像什么呢 河里 平原上流动的河水 刚开始你的水 很急 新加坡好像没有什么河流 很难看到 很难看到 对不对 River road 有河流吗 那也没什么 没关系 还是看图片好了 新加坡很可爱 假如你到马来西亚的话 就有河流 对不对 台湾也有很多河流 尤其是下大雨的时候 那河流流得非常快 第一个呢 你看 水流得很急 接下来 水流得慢慢的 这是第五个阶段 我编号是第二类的第二 第三个 水就流得更慢了 你看 流到沙滩上 它几乎快停止了 所以第二类 请背一个单字 叫River 河流 下次我碰到你 我会说 Hello 你今天高兴吗 你今天像什么 你要给我回答 是瀑布 河流 还是大海 你不要跟我讲 闺蜜三宝 你也不要跟我讲 阿弥陀佛 这是我要问 下次我看 How are you today 你的心像什么 请你要我回答 是大瀑布 小瀑布 还是中瀑布 你说师父 阿弥陀佛 我今天呢 是河流 很好 还是像大海 所以第二类 是指河流 第三类 你看什么 哇 海浪 对不对 新加坡你若是到 那个什么 圣陶沙 对不对 新加坡还是很有福报 像是东南亚大地震 还好新加坡没有灾难 东南亚大地震 之后我也送了很多金 我也回想给你们 新加坡是没有旁边的山 如果海一淹的话 你们都通通都变成fish 还好这个国家福报真的是很大 真的新加坡没有山 对不对 没有保护 其实东南亚大地震 这个海浪一淹了 你看泰国不就淹了很多了吗 当然我不是说很幸运 或是幸灾乐过 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说新加坡真的是有佛菩萨保佑 这个就是佛菩萨保佑 不然连海英古斯的大厅都淹了 对不对 那时候我打摸摸摆风了 你们呢 一定在水里 Yes, I am the fish In the ocean Hello, Venerable Sinhong I am still alive But in the water 对不对 所以你看 有的我们的心 像什么 大海浪 海浪很美 可是注意听 狂风暴雨来的时候 海浪很可怕的 海浪可以摧毁所有的一切的 好,接下来 海浪不要发脾气 不要发脾气 绝对不要发脾气 你的海浪呢 就小一点了 在沙滩上 对不对 沙滩上很美的时候 你就会带小朋友 对不对 去散散步 对不对 走一个脚步呢 就有一个脚印 好,接下来看 夕阳西下的太阳 好漂亮吧 对不对 最后呢 最漂亮的那是什么呢 The ocean without wave 没有波浪的大海 无波的大海 所以我要你背第三个 Ocean 很好记 第一个River 不,第一个Waterfall 瀑布 第二个River 河流 第三个大海 Ocean 所以下次我会问你 请问你现在的心是什么 你说 师傅 餐餐啦 Mix together 餐什么 讲给我听 对不对 你连你自己的念头 不知道的话 那你看不到自己的念头 你是没办法禅修的 好 所以 接下来讲 大乘的这个 禅观的核心 所以 第一个 在83页里面 我要讲的是什么呢 禅修具体的功能 第一个 要转念头 希望你已经预习了 83页 第二个 请看 83页 第二十四行 原外境 转念的训练 注意听 为什么我们要训练外境呢 因为我们繁复的心 刚开始很容易外面影响 举一个例子 新加坡现在呢 又开始建了这个赌场 有很多地方的有建设 construction 或project 假如你家旁边刚好是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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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 从早一直八点达到晚上五点 你就什么 会气死了 那没办法 complain也没有用啊 因为他要做工程 所以说明了什么 我们的心 其实凡夫的心 很容易受外在的环境影响 对不对 那请问各位 假如外面的做工程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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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做什么 你会怎么做 窗户关起来吗 还是呢 打开窗户对他念 on money be me home 请暂停 对不起 这招没有效 complain吗 也没有用啊 因为政府说 他已经批准就是做工程 我知道新加坡很好 像工程呢 可能呢 早上八点做 做到下午五点六点 礼拜六礼拜天 有时候要申请 为什么 你会妨碍邻居的安宁 对不对 而且一个工程 最多一年两年 就把它做完 要是三年的话 我想 drive everybody to be crazy 每一个人都发疯了 所以可见 注意听 我们呢 禅修里面 外境对我们影响很大 尤其是什么 声音 所以 不同的环境 你有不同的感受 所以我要开始先讲 在安静当中练习 在洞中练习 这是讲外境 好 请看 下面一张幻灯片 禅修就像什么 百川 未归于大海 所有的念头 好的念头 不好的念头 高兴的事情 不高兴的事情 快乐的事情 悲伤的事情 你心通通都要接受 你嫁一个很丑的老公 也要接受 谁叫你要嫁他吗 对不对 你嫁了一个很会 脆脆念 脆脆念的老婆 你也要接受 因为你当时 投了他当老婆 那最难的 我可以告诉你 全世界都可以控制 连你的念头跟控制 有一个很难控制 哪一个娃娃来你家投胎啊 你很难控制的 因为那是你的业 除非你拜观世音菩萨 对不对 所以你要学着 所有的东西 好的坏的都要接受 所以注意听 今天还没有讲禅修之前 好的坏的 你就通通要接受 不要去排斥它 排斥它你会更苦 对不对 所以就像 禅修的第一个心态 就像百川 会归于大海 接下来再看第三类 圆内心 在八十九页 先会讲训练外境 接下来就会 圆你的内心 像善的念头 恶的念头 你翻开八十九页就有 善的念头 恶的念头 悲伤的念头 我昨天说过 尤其是悲伤的念头 现在人很多 动不动有悲伤的念头 就是什么 忧郁症 动不动呢 就想自杀 注意听啊 新加坡人 有些人真的压力很大 可是我在这一两年来 跟新加坡联友会课里面 我发现有一个 不太好的现象 有些联友 动不动呢 哎呀我就要跳牢了 吓死全家人 不可以用自杀来吓别人 你若用自杀来吓别人 听好 你死的时候 会不太好下场的 因为你让你周遭人 偷偷在身在恐怖的地方 其实有些人呢 老公跟老婆的 怎么样 你再靠近我一地儿吗 我就跳楼啊 那你就跳跳看吧 手上带这么大的钻戒 是不太会跳的 是不是比你更清楚的 对不对 不可以拿跳楼来吓别人 听好 这是很不好的恶音 就像我们佛教徒一样 恶口里面最不好的是 诅咒别人 curse 诅咒别人 你就会被人家 生生世世都诅咒 不可以 佛教徒不可以诅咒别人 同样的家里面呢 你不可以拿自杀来 常常吓别人 自杀来吓别人的话 你死的时候会很凄惨 这事告诉你 为什么呢 因为你让别人都永远生活 在恐惧不安里面 你可以有话好好讲嘛 比如说 假如你家里有忧郁症的话 你可以跟他讲 老公老婆我不太舒服 对不对 我要休息一下 当然你会体谅他 最近也有很多 从我这次下飞机后 很多的呢 老公跟老婆来哭 都哭嘛 他的太太都用忧郁症 跟自杀来吓他 他晚上都睡得很痛苦 师父最后叫他念 所以不可以动不动呢 我就是要自杀了 你要遇到我的话 我就你跳跳看啊 旁边住念堂 我们准备好了 那边棺材也摆好了 没有 说的这是笑话的 是告诉你 生命很可贵 不要用自杀来吓别人 这是我看到一个新加坡 最近一两年 很奇怪的现象 其实全世界压力都很大 知道吗 忧郁症不是只有你们 我们台湾也很多 但我们台湾很大 好像很少人要跳楼吧 有山 有水 可以有很多好的地方 可以陪家人出去走走嘛 为什么你要这么笨的 一定要用跳楼这条路 来做唯一解决的方法呢 对不对 不要 不可以 知道吗 所以 不要用 当然你的家人有忧郁症 或是有压力 我觉得要慢慢的去体谅他 但是家人 我今天要讲的重点是 不可以用跳楼跟忧郁症 来吓家人 这是最不慈悲的 所以你要转你心中 悲伤的念头 你也去可以看 世间的心理医生 世间心理学有用 当然 你不一定都带来见我师父 除非他想学佛法 我当然也有耐心会鼓励他 可是我当过心理学的老师 世间的这个心理辅导 也是有用 一般人呢 都是什么 举个例子 什么样会想自杀呢 很大的打击 小孩子突然发生车祸了 或是被绑架了 或是呢 先生呢 跟太太突然得了癌症死了 或是发生意外了 他完全心里没有准备 然后正大的打击的时候 他真的会想不开 这是我们佛教徒 要有慈悲心 也要去关怀他 还有一个呢 你们最常可能会自杀的是吗 男女朋友 Block up的时候 也会Block your heart 你干嘛那么认真呢 天下的美女很多吗 帅哥也不少吗 对不对 好 不要那么想不开 自杀是最愚蠢的 第四类 就是呢 在96页 会讲总结 请看我再做一个总结 今天 明天呢 明天呢 我就从83页 开始介绍起 好 看幻灯片 请背起来 念头有三类 第一个 像万马奔腾的 Waterfall 瀑布 第二类 像平原上流动的河流 Flying River 河流 第三个 像无波的大海 The Ocean Without Wave 所以下次你早上起来 打坐的时候 先问 我现在是什么念头 瀑布呢 河流呢 还是这个无波的大海 如果佛教徒 你们是夫妻 都一起来学佛 下次太太发脾气的时候 记得 记得 无波的大海 不要生气 好话慢慢谈 这样他就没什么好气的 不一定要摔东西吗 你看 你摔了东西 待会又要去买 你不是多笨吗 花了更多钱嘛 对不对 好 所以 这个83页到97页 请你每天要预习 两页 每一页 两页 都要给我看三遍 这是很重要的 一个复习 今天有讲两个很重要的重点 请背起来 第一个 净佛国土 净佛国土有三个重点 第一个 圆成佛道 第二 庄严净土 第三 广度众生 所以没有一个人不修净土法门的 小如不懂的老菩萨或连友 你就分享给他听 第二个 念头 久住心理 把它浓缩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是瀑布 当然有分大中小瀑布 第二个是河流 第三个 无波的大海 Ocean 所以请背起来 Waterfall River And the Ocean 这是你今天要学的 这个要背起来 这个不可以看书 断气的时候不能说 等一下我翻一下书 没有时间的 这样的话 你也训练你的专注力 这样子的话 你听闻佛法 这个 才会在你心中产生力量 当你发了脾气的时候 你想 我现在的心像什么呢 亲朋大雨的下雨天吗 还是呢 我现在的心像宁静流动的河流呢 常常透过瀑布 还有河流跟大海 这个是在检查 我们的心是什么样子 出自于瑜伽式地论 也出自于九柱心 也在菩提道次第广论里面有 所以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 本来是九个 我相信你们可能没办法背九个 背三个会比较容易 所以下次我看到你的时候 会说 Hello 你今天像什么呀 你要告诉我 你不要说 我今天像小猫咪呀 答错了 好 今天就讲经讲到这里 谢谢各位 明天见 好 请看幻灯片 很高兴的我这次讲座 要为大家介绍 五根对于五成 五根相信你都读过新经 眼耳鼻舌生意 对色生香味 对处法 意念的部分 我会教其他的 所以这个主题叫做五根对于五成的禅修 我们有眼睛 大家都有眼睛吗 没有眼睛就看不到我 对不对 耳朵 明天耳朵的禅修 我会用庆 会叫你闭眼睛 今天的禅修 因为你要用眼睛禅修 所以 你必须要看得到 眼睛对什么呢 色成 这里的色不是男女之色 色是指有物质的意思 凡是有形象 有物质的都叫做色 成是指微成的意思 表示呢 它是有很多很多很多的粒子 而组合而成的 第二个 耳根 也会听到 深沉 比方说 我现在敲一个引颈 你就会听得到 引颈没有跑到你的耳朵里面去 你会怎么听得到呢 这个明天会讲 第三个 鼻子 鼻根对香尘 香味的香 所以鼻根对香尘 可能比较难一点 为什么 大家可能要跑到香炉旁边 闻一闻 你才会知道 舌根对味尘 这个各位对能够体会 因为你刚刚才吃过饭 不管你是海银古斯吃饭 或自己也简单吃了减餐而来 你的舌头啊 每天都在抖 舌头可以碰到味道 第五个 身根对促成 是你的身体对于促 促是指接触 比方说 你碰到一个好朋友 第一个你会听到 How are you 对不对 Long time no see 你一定会跟他握手 或是佛教徒会合掌 合掌的时候 两个手也会接触 你跟别人握手的时候呢 你会讲 哎呀 你怎么身体不太好啊 你最近的手怎么这么冰冷啊 对不对 有时候你跟别人握手的时候 哎呀 对不对 你的手怎么这么热啊 你今天刚发过脾气嘛 每个人的体质不同 所以当你接触的时候 也会不一样 但是这里的身根呢 身体呢 我会叫你是禅修 是看自己的痛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很多的痛 包含心也很痛苦 身也会痛 为什么 腰酸背痛 尤其很多老菩萨 对不对 常常这里痛 那里痛 这里吃普拿疼 那里吃维他命 对不对 所以身根对于促成的时候 我会教你观痛 意念的部分 意念是对法成 这个意念是很维系 那也就是我们要看自己的念头 好 先专心听 不用急 先看这个 这张是什么 什么动物 什么 松鼠 松鼠英文怎么说 它吃什么 糟糕了 你们的眼睛有问题了 它吃什么你不知道 那待会还要修眼尘呢 吃什么 有人说 punkin pie 南瓜 还有呢 有没有人看起来像番茄啊 还有什么 哈密瓜 很奇怪哦 同一张照片有这么多答案 所以你就知道了 修行很不容易吧 答案是它吃punkin pie 没错 看我上面的标题 pay more attention 你看小松鼠 它现在肚子饿了 它抓到一个punkin pie 就这样吃了 你看它多专注啊 对不对 因为它肚子饿了嘛 挺好 你的禅修就要像这么专注 所以慢慢会演变成concentration 可是你有没有看过 小松鼠它在吃的时候 假如你靠近它 它一定是这样 没有了 继续吃 对不对 可见啊 它比我们人更专注 为什么呢 因为它也有佛性啊 可是吃饱的时候呢 它就不见了 好 现在要训练你的心 就像你现在很饿 你得看你的念头一样 非常非常的专注 这样用心去看 为什么呢 你看小松鼠 它假如不吃东西的话 它就会死啊 对不对 它为什么这么欢喜地 会吃punkin pie呢 而且它在吃东西的时候 还怕旁边有什么 有老鹰会来吃它 所以我们中国有一句话 黄雀 螳螂捕蝉 黄雀在后 对不对 所以为什么你们不容易修禅修呢 因为你们有这么专注 所以专注是第一个很重要的 今天要介绍眼根对色尘 当然那里面也很专注 请看第一个眼根对色尘 我画了两个箭头 颜色 外面的物质也会影响你 举方说 假如你眼睛是看太阳的话 你就会很刺眼 前一阵子不是有日全时吗 日时 对不对 日时的时候 你是不可能用我们凡夫的眼去看 那会瞎掉的 你要买望远镜 可能还要拜个透明的镜 所以可见 若阳光太强的话 也会刺激你的眼睛的 好 那你现在我第一张照片 是要让你可以 在佛教同时在印度教 乃至于中国的道教 也会叫你训练看什么呢 看蜡烛 就坐在那边 看蜡烛 或者呢 师父点一只香 就告诉你看香的这个头 各位有看过 大殿外面有点香 你们每天都拜佛菩萨 拜大贝公 对不对 都会点香 擦下去后 你注意看 它的香一定是油肠 开始慢慢烧慢慢烧 你静坐的时候 你就是要看着它 假如你念头跑掉了 那师父就拿那个香板 你看哪里啊 对不对 帅哥都是看美女的 对不对 所以你的心就跑掉了 所以这个其实也是眼根的禅修 所以现在教的方法 它也会通于其他的宗教 好 第二个再看 眼根看花 物理看花 花朦朦朦的 对不对 请问新加坡哪里最多花 公园 garden 好 看这张 注意 眼睛看色尘 看鲜花 可是花太多了 你是不容易concentrated 你不容易专注 所以注意听 在修眼根对色尘的时候 因为你的心是很乱的 所以不能一次看两朵花 那你会变成什么 斗鸡眼 知道吗 所以一次训练看一朵花 看 一的目的是要把你的心给专注起来 你看呢 不可以 待会看东边的花 待会看西边的花 看来看去 你的心还是在浮动的 所以训练的时候呢 要先看一朵花 一朵花的时候呢 你也看 看它一个部位 好 橘花你现在看 有花瓣 有花蕊 中间的叫花蕊 花蕊还有两三个 你看的时候就看一点 不要待会跳过来 跳过去 跳过来跳过去 这样你不能得定的 你的心本来就很乱了 所以多当中你要选择一个 请不要讲话 专心听 好 那你看花的时候 再回来看刚才那一张 你看花的时候 你怎么知道它是花 先告诉我 先还没禅修 你回答我 你怎么知道它花 你怎么不叫它tree呢 为什么不叫它waterfall呢 你一定心中有一个花的概念 怎么样呢 小时候妈妈教你 来 Hello Little Son Have a look This is a flower 你学会了这个是花 当然花又很附作的 有红色的花 玫瑰花 对不对 反正这个世界都花花的 对不对 你也很难分得清楚 所以你只能 general return 这个叫做花 好 看完以后 注意听 传统的修行是 你看花的时候 然后呢 花拿走 然后你眼睛闭起来 观想我刚才看到的花 这是一种方法 但是我们今天不练习这个 我今天呢 就是要你眼睛盯着前面看 不可以跑掉 待会我们会练习 所以我再讲一遍 一般看花分成两种阶段 眼根对色尘 是第一个 你先专注外面的花 看完以后 眼睛闭起来 花拿走 你想 我刚才看到的花 是什么样子 看你想得出来吗 举个例子 你现在看花 有几个花瓣呢 几个 六个 对不对 可是当你眼睛一闭起来 突然变五个 那表示你的心跑掉了 你看到的跟刚才 里面内心想的就不一样 举一个例子 你想你的爸爸妈妈 你怎么知道是爸爸妈妈 不管她在世或不在世 过去了 那呢 你看她的照片 你看 Oh this is my mother 你怎么知道她是你妈妈 你不会说 诶 这个女人我不认识 除非你失去记忆 或者你忘记了 或者拿错照片 所以你怎么知道 那个是你妈妈 因为生活里的妈妈 跟照片的妈妈 是同一个 They can match for each other 彼此可以吻合 所以在看花的时候 你当花拿走 或眼睛闭起来的时候 你观想的 要跟你刚才眼睛看的是一样的 好 再注意看 这个花是什么颜色 白色 你不能一闭起来 哎呀我的花变金色 那叫散乱心 这个你也眼根修不成 你观想的时候就叫白色 了解吗 这个是很重要的 你看到什么 就好像什么呢 简单的讲 像现在你们的那个 Camila 一照的时候 就把它完全照在你的内心里 现在眼睛不要闭起来 专心看 你从来没有听过 你现在眼睛闭起来 你是修不成的 我相信你绝对没有看过这些照片的 我现在在教 请专注看 就是你 待会我会叫你眼睛闭起来 好 接下来再看 眼睛对色成的时候 就产生花的概念或影像 请问 你看 这个石头像什么 像什么花 对 你们怎么知道莲花 因为你看过莲花 注意 这个是不是真的莲花 不是 它是磕在石板上 在寺庙里或大殿里磕着的莲花 你怎么知道它莲花呢 因为你内经已经有看过莲花的概念 所以你这个概念 投射到外在的东西 你知道它莲花 你总会不会叫它喇叭花吧 对不对 我小观世音菩萨四壁观音 左手拿的叫乌巴拉花 所以花有很多种 的确这是用莲花造型做的石头 石雕 所以 当你这样常常训练 常常训练的时候 你心中啊 就会有一个很清楚的 叫做imagination 就是 想象 或是picture 或图像 当你要往生极乐净土的时候 你常常想阿弥陀佛 想阿弥陀佛 想阿弥陀佛 你命中的时候 你就真的看到了阿弥陀佛 你常常想要是佛 要是佛 要是佛 有一天你在苦难或做梦的时候 诶 真的我拜的那尊东方药师佛啊 就来托梦了 所以可见从哪里来 从你的心产生的力量来 所以训练心很重要 接下来眼睛也可以看色彩 这是什么 佛塔 你去朝圣的时候 你会看到佛塔 佛塔象征着佛的身与意的功德 这个是我在伦比尼 所拍的这个佛塔 是日本人建的 所以佛塔也是可以让你修眼根的 这个所缘境 好 那各位 我们现在大家坐在一起 既没有花 也没有佛塔 那我要你修什么 注意听 请看你前面的人 你可以看他前面的椅子 注意看 像我 我先举我的例子 师父说坐在这里 你眼睛 一般是平视的 你可以往下看一点点 因为你会比较容易宁静 先不要往上看 往上看是另外一个大手印的修法 那以后再教 你先呢 也不用这样直直的 嗯 我要看你不用 你就很轻松的 大概眼睛往前就这样 看什么呢 你看前面人 像师父呢 我看到前面就是法轮 法轮前面的上面一点 我眼睛就看着 就是你找你最舒服的地方 你看着 就不要动 就这样 看着 念头跑掉的时候 眼睛眨一眨回来 再看着 不要太用力 我刚才说太用力 你会变斗鸡眼 对不对 注意 那你也可能看到前面的人 是头发 你就看着头发 没关系 就知道黑色 你不要动一个念头 说哎呀奇怪 这个人头发真脏 走起来也没洗了 第二个他停昏起来 有臭味 而且他还抹油 不知道他用哪一个 盲牌的法胶 这些都是妄念 这个叫分别念 都不要 你就看前面 你自己找一个地方 然后你要看前面的椅子也可以 看前面的 假如你看到前面的人的衣服 你就注意 注意听 就注意在第一个念头就好了 你不要想 哎呀这件衣服真漂亮 下一次我也买一件 那这个多少钱呢 他穿起来不怎么样 我穿起来一定比他更帅更美 那通通都是妄念 念头都抓回来 所以待会呢 你就选你座位前面的 可以选择是椅子 或是头发 或他身体上的衣服 一个点就好 不要一直跳 一直跳的话 你的念头是在跑的 这样了解吗 好 现在开始练习 背挺直 东西放下来 不需要拿 放旁边 然后呢 背挺直 身体放松 手 今天教你们 你不用这样叠 请你两个手掌 放在你的膝盖上 就这样 很简单 放松 越放松越好 好 来 我们开始练习 当念头跑掉的时候 怎么叫念头跑掉了呢 你就是看得清清楚楚 你就知道前面是什么 就像我刚才比喻的花 你就知道它是花 这样就好了 你不要去想 这个人头发很脏 很臭 不要动这些念头 就第一个念头就可以了 好 现在练习 眼睛不要闭 好 开始练习 这叫眼根对色沉的禅修 刚开始 他的心可能会跑 没关系 再把心抓回来 不要蹦得太紧 慢慢练习 看你眼睛前方的东西 练习 进一会儿 观看 我 بد 感谢观看 好,眼睛轻轻地扎一扎 结束了 怎么样?你们感觉如何? 看到了自己的念头了吗? 还是说,哎呀,师父我看了两眼都变斗鸡眼了 没关系,慢慢练习 假如你有戴眼镜的人 你可以这时候眼镜不用拨下 你就看自己的念头 好,注意听 刚开始你看的时候一定心很乱 没错 好,我先问一下下几种状况 当你在看的时候,你觉得我一看的时候 师父突然觉得很清楚的,请举手 没关系 好,第二个 师父,我觉得我越用心看了 越不清楚的,请举手 第三个 师父,我也不知道我在看什么 请举手 举手啊 没关系 我也不知道我在看什么的,请举手 那请问,其他你们没有举手的在干嘛 打混吗? 还是你知道自己的念头吗? 好,我再问 你看到的时候 你知道自己现在在海映古寺 念头很清楚的,请举手 好,很好 手放下 你觉得你看了以后呢 物理看花 你就越看越想睡觉的,请举手 也有 好,那表示平常太累了 应该去好好按摩 不好好睡一觉 好,其实这些都是好的现象 注意听 有些人一看,看得很清楚 很好 但是这个清楚不会很久 第二种呢 就是有几个脸友 注意听 你看的时候 你本来要用心看 就一看哦 哇,好像看不清楚 很好 只是你真正开始进入禅修了 为什么会看不清楚呢? 因为你平常的心崩太紧 你刚开始啊 是看不太清楚的 那表示你平常的心 本来就很乱 你考不到自己 第三种 你说师父我也不知道我在看什么 不过我就觉得心很静 我就知道我在海音古寺 很好 这个也是很好 你的清静心跑出来了 所以每个人都有心 只是呢 你没有去练习跟发掘而已 所以每一种情况 都是不错的 你不要去难过 这没有好跟不好的答案 但重点是什么 你的念头会很清楚 越来越清楚 当然他清楚这个人只有几秒钟 注意听 他一定又跑了 待会想 哎呀,今天好累啊 待会想 这个听完经哦 我赶快要赶回家 要照顾小孩 待会又想到呢 明天老板呢 可能又要骂我 糟糕 我今天应该多念一些佛 多念一些六字大名中 待会又想到 下个礼拜又要付房租了 你看 你的念头都跑来跑去的 没关系 但是很清楚的是什么 你眼睛没有瞎掉 所以你的念头又在这里了 所以各位刚刚刚开始 一定是两三秒钟 不会很久 但是没关系 常常练习 不过你上公车的时候 注意看一看哦 练习的时候 是看你附近的眼神前面 自然就好 不要这样瞪大眼睛看 我现在在修禅修 那你会把人家吓到 知道吗 好 所以 这是先练习自己 眼根对色尘 你也可以回去练习蜡烛 你也可以练习呢 点一支香 就放在你前面 然后你看着那个烧的香 住 假如那个香呢 是要十五分钟烧完 你就看着那个念头 这样的话 你的心就会越来越定 好 接下来越来越定 你有什么感觉呢 注意听 你的身体就开始慢慢放松了 外面车子的声音 你也听到了 大殿里冷气的声音 你也听到了 师父用麦克风的声音 你也听到了 平常你什么都没听到 像我坐在这里 马路外面的车身 我也听到 但是他不会干扰我 可是平常 假如你匆匆忙忙来 又没有吃饭 又跑的 坐下来 其实什么都没听到 听到什么 一片混乱的声音 所以换句话说 你平常根本没有看到 你自己的念头 了解吗 所以这个练习是很重要的 好 那我们再请看 今天要讲的经 请看经文 请看七十二页 第十九行 我每天讲一段一段 然后训练念头 所以我进度会慢一点 好 请看几二 昨天讲 甲五精进不退 第四支梁分四 几一正因 要置心精进 今天要讲 菩萨在六道轮回当中 广度众生 也会有恶缘 生死放逸分二 禀一 菩萨拥有细微的生死 好 那你现在又会有个问题 菩萨为什么会有恶缘呢 这有几个解释 第一 菩萨在还没有 正入圣人之前 他以前是凡夫 举个例子 用南传的角度来讲 没有正到出果虚陀还 二果三果四果 阿罗汉之前 他是凡夫 他在无量节修行里面 也是凡夫过 那菩萨在没有正出地 欢喜地之前 他过去是也结过婚 也在六道轮回生死过 也可能很多事都是帅哥 美女 酷哥 辣妹 也是认识了很多人 也结了很多婚 也生了很多娃娃 也交了很多很多的朋友 所以菩萨在没有正入为圣人之前 他以前也是凡夫 在凡夫 当然一定有善缘 也有恶缘 所以他现在虽然成为了菩萨 可是他过去的业还没有了 所以他还有违系的烦恼 这是第一个解释 第二个 菩萨为什么会有恶缘呢 因为过去世当中的业与烦恼 跟人家结了恶缘 所以 他的恶缘呢 还没有完全 颤除清净之前 他还是会有一点点障碍的 举一个例子 释迦牟尼佛在金刚经 大家都知道吧 格力王 杀他 他做了五百世忍辱先人 你说释迦牟尼佛修得不好吗 他修得很好 但为什么他五百世都还会碰到这么多的逆境呢 格力王为什么要杀他呢 因为格力王误会了他 大家知道这个故事吗 知道的请举手 还是不知道 不知道的请举手 不知道的 还是不知道的多少 那师父讲吧 那这样讲不完的 好 举一个例子 有一世释迦牟尼佛 他是在树下禅修 格力王 他是一个国王 带了很多公妃才女 以前的国王都很多 三公六院七十二兵妃啊 到花园里面去玩 那他们很开心啊 去玩 结果呢 这些公妃才女呢 在玩完以后 中午休息的时候 看到了释迦牟尼佛 坐在树下静坐 他觉得非常的庄严 所以大家由不得的 就升起了恭敬心 然后跑过来呢 就问候他 然后因为他修行 就拿了呢 中午吃的水果 食物就供养他 这时候国王呢 睡完午觉起来 一看 哇 奇怪我的宫女 怎么都不见了 他一通通都跑到 帅哥那边去了 他就非常生气 以他的称心 他就起了误会 跟嫉妒心说 哎呀 这小子趁我睡觉的时候 把我所有的宫女啊 都拐跑了 他就过去要杀他 那时候释迦牟尼佛 就出禅定说 没有啊 我自己在这边打坐 他们自己来的 他说你骗我 对不对 我刚刚睡觉的时候 我起来的时候 宫女都不见了 这时候释迦牟尼佛就说 我真的没有 我经常经就在这边打坐 那你的宫女呢 是她自己过来的 他说那你前面 这些水果跟食物 怎么办呢 你怎么解释呢 他说他们供养我的 我在打坐啊 对不对 我眼睛一打开 食物就出现了嘛 他说你说谎 他说没有 我真的没有说谎 这时候隔离王呢 他非常的生气啊 就叫侍卫过来 拿刀子过来就杀他 这时候杀他 就先砍他的脚 跟手 他没有恨心 他说我真的没有 他说 假如我真正呢 有染无心 骗了你的公妃才女的话 那我这些呢 被割去的手跟脚啊 就应该是我该受的果报 可是假如我的心 真正的亲近的话 大地作为我的证明啊 我被你砍的手跟脚啊 通通就会接回来 当他一讲完以后 他的手跟脚 通通都接回来 那个国王吓到了 他说我对你 那国王就问他 你恨我吗 他说没有啊 他说不可能 我砍你的手跟你的脚 你都没有恨我吗 他说的确 我从来没有恨过你 因为呢 没有什么好恨的嘛 最后呢 他就发愿 愿我成佛的时候 第一个来度你 所以叫交诚如尊者 所以也就是说 当佛在初转法轮 Sarnata 陆月月呢 初转法轮度 吴比丘的时候 第一个为他说法的 就是谁呢 交诚如尊者 潜意识 他就是要杀 释迦摩尼佛的格力王 那现在我问你 假如现在 你有一个人在打坐 不要说杀你好了 就在你旁边啊 弄一点声音 故意再吵你 敲一点声音 或是你在送 普贤行愿品的时候 就敲一点声音 你怎么样 普贤行愿品啊 放下来 幽默神啊 你是吵死人啊 你不知道我相信啊 驾驶十五年 我相信普贤行愿品啊 对不对 你一定是破口大骂的 我看到很多老菩萨都是这样 哇他送经很了不起 今天是食物啊 他要做功德啊 那可见呢 你根本没有功德 为什么 旁边一点点声音 就干扰到你了 所以你要训练 明天会说 人家有声音的时候 好的声音跟坏的声音的时候 你不要去管声音 你要看你自己的念头 好 现在再回来 格力王这个故事 所以菩萨 他不是修的不好 而是他在遇到逆境的时候呢 他可以转逆境 而成为他修行的真上源 你看他遇到了格力王 所以第一个 他成就了什么 忍入波罗蜜 第二个 他为了要度格力王 所以他发了广大的大愿 所以其实他要感谢那个格力王 如果格力王没有这样对他的话 他可能不会发广大的愿望 所以注意听 菩萨在生死当中有恶缘 迷惑的时候 你觉得是恶缘 那个人会来害你 那个人欺负我 那个人讲我的八卦 那个讲我的是非 你真的很生气 师父没有否定 可是你气 永远气做什么 其实三天以后还气啊 有些人还跟我讲 他恨他可以恨十年啊 其实你要看 根本是没什么好气的 当你学了佛法来看自己的念头以后 你会发现 气也没有什么 就让他过去吧 英文讲 Just let go 注意听 当你的心 Just let go的时候 把你的所有的念头放下以后 其实你会感谢他 你感谢他说 太好了 就是因为这个人来磨练我 我才看到 嗯 我的修行比以前好耶 我现在不发脾气了 你反而过来要感谢他 如果没有人骂你 你怎么知道你脾气好不好啊 但是不可以用这个借口说 好老公 下次我就来磨磨你 老婆我来磨磨你 不可以 磨你自己吧 修行是磨自己的 不是磨别人的 我现在告诉你是说 菩萨会有恶缘 是因为他过去的业与烦恼 再用这个歌力王这个例子 歌力王杀他 他是恶缘 可是呢 他心中没有起称心 如如不动 这里的如如不动 是指不起称心 他没有报复他的心 所以他同时还发了 大愿要广度众生 所以菩萨呢 当他觉悟的时候呢 考愿越大的时候 他的愿力会越大 磨练越多的时候呢 他道心会越坚固 所以菩萨才会来这个人间 行菩萨道 所以这些业跟烦恼 不是别人给你的 是你过去呢 还没有成为圣人之前 在凡夫里无量节 不管有意跟无意所造的 这些呢 你今天呢 这些恶缘啊 可能为你磨练你修行的条件 好 请看科判 七十二页二十行 秉一 菩萨拥有细微的身世 这里细微的身世 是指他细微的念头 请看经文 问约第二十二个问 何故菩萨在没有成佛的这个中间呢 精进不退 而且不得休息呢 达约 寄诵一百一十一诵 为生大悲人 虽得不退转 菩萨犹有有死 以起放异故 他说 菩萨未得到呢 大慈大悲的无声法忍 纵使他的功德力 假如很用功的话 昨天讲 连大悲神咒 可以正到八地 不动地菩萨 不退转 可是呢 他还没就近成佛 他还是有过去细微的缘 跟种子跟念头 那菩萨呢 一样会有 有死 这里的有死是指 他会成愿再来 度他有缘的众生 所以 因为呢 你跟众生之间呢 还有一些细微的缘 细微的缘 这个缘呢 有清净跟不清净 有善有恶 这是你跟众生的缘 菩萨本身 他当然是清净的 可是他跟众生的缘之间 有清净跟不清净的话 那若遇到坏的众生的话 菩萨还是会有障碍的 好 举一个例子 在阿弥陀佛四十八大院 还有这个 最近刚刚讲完的 金明佛学社的 显密缘容观音法门 有一个脸友问了一个问题 因为我时间没有足够 我没有回答 但他问得很好 我现在回答 因为跟这一段有关系 他会说 师父 假如我们发愿都到了西方极乐世界 那请问我们过去是所造的这些恶业跟恶的种子 怎么办 如何了业呢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注意听 比如说你现在好好修行 不管发愿是求生 东方药是净土 或西方阿弥陀佛净土 我用阿弥陀佛净土举例 你现在很用功地修行 对不对 然后呢也持戒念佛 精进修持 然后你往生极乐世界的时候 莲花化身了 对不对 你就不会堕入到地狱 饿鬼出身 但是你脑子里一定还有很多念头 举个例子 到了极乐世界呢 听阿弥陀佛讲经的时候 听一听听中午了 肚子饿了咧 我们要吃饭了 对不对 动个念头想 奇怪 阿弥陀佛讲这么久啊 他不饿 我饿了 那你就会想 吃饭从哪里来 突然动一个 以意为食 动个念头 然后七宝波气 就现前 用七宝做成的这个波 上面呢 有很多很多 很好的食物 然后呢 你就很欢喜 看到了以后 你也不用真正吃 你也不用拿筷子 你看到以后呢 以意为食 你说 哦对了 我现在到了极乐世界了 我是莲花化身 我看到这个东西呢 很高兴 其实你就吃饱了 吃饱了以后呢 你东西 就消失了 所以你也不用像这样子 真的拿东西 筷子啊 夹菜啊 嘴巴这样咬 你叫以意为食 叫禅月为食 吃完以后 东西就不见了 所以你也不用上厕所 西方极乐世界 没有厕所 因为你莲花化身嘛 你根本没有吃五谷杂粮 你干嘛进厕所 对不对 好 那现在有个问题 就是说 你到了极乐世界的时候 你在没有 就进成佛之前 你还是会有 很多很多的种子 一定会有因 那所有一个小朋友 就问我 师父 那我到了极乐世界 有没有吃肯德鸡 有 树的肯德鸡 因为你到那边以后 你看到肯德鸡以后 你会知道 其实你也不会有念头 真的要吃鸡 它就不见了 你会有这个念头 生起 就像种子会发芽一样 但是呢 发了芽以后呢 种子又不见了 所以注意听 你现在 代叶往生 不管旧的叶 新的叶 带到西方极乐世界 你还是会有种子 你甚至会动一个念头 我到了极乐世界来了 请问我过去生的 爸爸妈妈在哪里 的时候 阿弥陀佛加持你 你有神通 你就可以看 三千大千世界 你有神通 那是佛力加持你 这道理你还 刚开始没有这么多 但阿弥陀佛的 四十八大愿 加持你 所以你可以看到 三千大千世界 原来我的亲朋好友 在哪里 然后呢 你为什么会知道 因为你心中 还有种子 你还有记忆 past memory 过去式的记忆 了解吗 但是你有种子 但是你不会造恶元 因为西方极乐世界 都是清净的 你有种子 它会起来 但是呢 下一步呢 阿弥陀佛会教你 禅观 看你的念头 所以你现在能学 是会有福报的 第三层更深的是呢 阿弥陀佛会跟你讲 波罗蜜 叫你看你的念头 好的种子跟坏的种子 都毕竟了不可得 你就会把所有的种子 转为清净的念 好 这个时候 假如你想要先成佛 你就成佛 假如呢 你正到八地 不动地菩萨的时候 你觉得 哎呀 我看我过去式的爸爸妈妈 你看在地狱恶鬼出生啊 对不对 我看到我某一世的 哥哥姐姐妹妹啊 她在地狱受苦 这时候你会流眼泪 生大悲心 就说阿弥陀佛你加持我 我先下去丢他们吧 那你就会成愿再来 倒架此行 广度众生 你是成你的愿力而来 而不是业力 为什么能度众生 因为你过去式跟她是爸爸妈妈 你过去式跟她是亲朋好友 所以你度她的时候 她看到你会有缘 对不对 所以你想想看 假如我们现在都去其了世界的 坐在莲花里 大家左右看看 哪个人很混啊 还在下面啊 对不对 所以 虽然你都像看电影一样 但是呢 毕竟都了不可得 那时候谁也不会嘲笑谁 为什么 每一个人呢 过去生无量节 都像很多很多的电影 每一个人都修行过 每一个人也堕落过 所以你也不会嘲笑别人 为什么 大家都是空性的 这样子的话 所以唯有般若波罗蜜 才可以断你的烦恼 所以学禅观很重要 学禅观的先决条件 要看你的念头 现在再回来看幻灯片 这一百一首祭颂是说 菩萨游游生死 游游生死是什么 他承愿再来 所以佛经里面讲 流祸润身 流过去一点点的 那个迷惑的种子 习性 他可以承愿再来 比如说 假如你觉得 你到了极乐净土 你很想念新加坡 你的亲朋好友 我过去式的父母师长 他们都还在轮回 那你可以承愿再来 再投胎新加坡 投胎到新加坡的 佛化家庭里面 然后呢 你又继续学习佛法 对不对 所以 菩萨这个细微的生子 从哪里来 从他还没有成为 圣人跟开悟以前 种子的习性 但是呢 他知道这个种子 是了不可得的 但是好 现在又回来了 问题 假如你回来 新加坡度众神 你自己是很亲近 因为你一出生的时候呢 假如上品亲近的人 会像什么呢 像虚音老和尚 他一出生的时候 他是妈妈出生的 可是他是一个肉团 然后呢 他妈妈刚开始吓了一跳 哎呀我怎么生了一个怪物呢 后来医生呢 把他剖开 原来他就是一个娃娃 虚音老和尚一出生的时候 过去 现在 未来 他都记得 请问 你们各位记得你小时候的事吗 我来调查一下 小时候你五岁的事情 你还记得的请举手 有人都不记得了 好 晚一点 七岁的时候事情 你还记得的请举手 七岁上小一了 或是幼稚园大班的 请举手 好 三岁的时候 你还记得的请举手 有人记得了 好 该不会 你在妈妈子宫的时候 你就记得的请举手 好 在佛经里面讲 有 禅定立月生的人啊 他在妈妈的肚子里面 他就记得自己过去 是从哪里来的 一般一出生的时候 一岁到三岁的时候 记忆是最敏锐的 连过去的事情 他也记得 但是呢 他讲不出 所以小朋友不太会讲话 只会 啊啊啊 这样 对不对 其实他已经有时候 是看到过去式的景象 没有什么 这是自然的 可是慢慢到三岁以后呢 他呢 看到巧克力也想吃 看到这个也想玩 他对什么东西都很好奇 就像眼耳鼻舌生意一样 他慢慢慢慢的烦恼多的时候 他过去的记忆就忘记了 所以修行要常常保持 赤指之心 就是你的心不要污染 好 那现在 注意听 你这辈子呢 小时候的事情都不容易记得 那请问 我调查一下 前辈子的事情 你还记得的请举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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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